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我国两大马来政党 巫统和伊斯兰党 在1119全国大选后 如今一个在朝 一个在野 两者关系破裂 已经成为竞争死对头 然而最近一党 频频向巫统伸出橄榄枝 要以全民共识 Mofaka National的形式 再续前沿 一党献殷勤 巫统会不会抛下团结政府 回头和伊党再抱团打天下呢 在西蒙执政时代 乌伊曾经主张的 马来人大团结剧本 有可能重演一次吗 在现有马来选区 过半的警示下 如果乌党和伊党 真的能够很好合作 中央政权真的妥妥 非他们莫属吗 伊党老二端一不拉新 老调重谈 再次抛出马来人大团结为号召 强调马来政党必须团结起来 才能够保障穆斯林的权益 不过呢 面对伊党的盛情邀约 巫统老大扎西 却是毫不客气的 直接关上合作大门 还打脸伊党 是在发白日梦 还沉浸在从前 当官做政府的美好幻想中 所以啊 才会想找巫统重修旧号 以便拿到中央政权 他讽刺伊党 现在正疯狂的 想要和依赖伊党存活 却无法让国盟壮大的土团党离婚 那相信大家也还记得 2018年509大选 西蒙上台之后 一起在野的巫统和伊党 就共组了全民共识 当时候两党联姻 深受马来人的欢迎 而他们呢 还成功联手 透过2020年喜来登政变 推翻西蒙上台执政 不过这段关系 后来呢 却因为土团党的介入 而变了调 当时候呢 脚踏两条船的一党 最后决定和土团党结盟 并在国盟旗帜下 出战1119大选 让乌伊第一次合作的 全民共识全面破局 两党也因此 从爱人变成了冤家 政治学者黄敬发指出 无可否认 在现有选区板块的 政治生态下 马来选民比例 过半的选区 就有118个 那撇开其他的 第三方因素 理论上 只要他们一对一出战 就可以在半岛 赢下破百个国会议席 不过 现在对一党和巫统来说 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就像是 两个男生 在追着同一个女生 两党都主张 要捍卫马来民族主义 在竞争同一个票源 在政治零和博弈下 一方政治势力做大 意味着另一方的萎缩 因此 即使两党再合作 在一席分配上 一党和巫统也很难 顺利达成共识 而莫迪卡民调中心主任 苏菲安 也认同 巫一重新合作的可能性 在现有政治局势下 几乎是微乎其微 因为从短期来看 巫统现在稳坐 执政党的未知 享有当官的优势和资源 一旦脱离安华的团结政府 去和一党合作 并不能够保障 会带来更大的政治利益 至于一党之所以 对巫统念念不忘 无非是因为 从六周选举 到最近的干马晚不选 一党都成功赢得了 大批马来选民支持 所以才会想要 回头拉了巫统 以马来人政治大团结为号召 实现自己 做马来老大哥为时 入住不成 乌统和伊斯兰党是对手 他们都在追求 马来民族主义保守 选民的支持 就像两个男生 在聚同一个女生 那么这样情敌 有可能说 大家抱在一起吗 我觉得只有在 其中两个人一起 落水的时候 才可能会发生 这样的情形 伊党和乌统有可能在现有政治局势下 再续前缘 实现当年全民共识 未完成的马来人大团结愿景吗 双卫大学政治学者黄敬发认为 目前看来 乌伊耀在合作 机会似乎维乎其微 伊党之所以还在释放出和解的意愿 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 他要保持安华政府 终将提早倒台的讯号 第二 是为了向马来社会证明 伊党有史之中 都在维护马来穆斯林的权益 相反的 乌统却宁愿拒绝伊党的友谊之手 而和主张自由多元的团结政府合作 因为马来社会其实 还没有办法接受多党竞争 心里就像传统的老华人一样 都会希望说 大家是同一族人 为什么不能够团结在一起 所以伊斯兰党一直要用这样的理由 来跟乌统纠缠不清 因为只要乌统说不 那么乌统就背上反对 主权团结的罪 而莫迪卡民调中心主任 苏菲安则认为 伊党之所以想要拉拢乌统 是因为他们清楚知道 自己虽然获得我国 接近三分之二马来人支持 但却无法得到 非马来选民的认同 因此与乌统合作 也能淡化自己 极端种族主义的色彩 更重要的是 乌一只要联手 就有可能重演2020年 喜来登政变的剧本 对团结政府构成威胁 如果乌统和伊党 真的决定重启 全民共识的合作模式 两党联手真的就能天下无敌 拿到入主不成的钥匙吗 苏菲安认为乌一合作 不太可能可以赢下中央政权 因为关键还是在于 他们能否获得东马政党 这个造王者的支持 但黄进发却表示 如果按数目来算 半岛马来人比例占多数的议席 就超过百个 只要乌一有本事赢下大部分议席 那么拉拢东马议员转马头 就有更大的筹码 PAS and UMNO can work together but they will not have enough seats to form a majority government They won't have enough majority in parliament They will still need the support of parties in Sabah and Sarawak in order to form government I think non-Malay voters have so far shown no signal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entertain PAS particularly the way PAS has been behaving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不义合作可以让他们入主不成 因为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 超过一百个 所以是有考能的 他只要过了这个一百的大关 那么他就可以吸引 奥马的政党支持 但是这样的政府不会稳定 原因是大家除非就是完全合为一家 然后内部有民主的初选 不然一定是分方力派 所以就算是组织联合政府 还是会同传异梦 那他们之间的矛盾 不会比今天安华的昌明政府来得少 双维大学政治学者黄敬发指出 虽然我国222个国会议席当中 有过半都是马来选民占多数的选区 伊党和巫统这两个世仇政敌 也曾经在面对西蒙的威胁下 携手合作过 但最后如果这两个对手要合并在一起 就表示有其中一方必然会落后 他比喻一条排队的队伍当中 本来你在前方占据领先位置 但如果把两个队伍并在一起 就可能被挤到后面去了 所以他认为呢 两党要重新谈合作 彼此妥协并放弃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并不大 而莫迪卡民调中心主任苏菲安子表示 对于东马政党而言 要巩固当地非马来选民的支持和伊党合作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伊党主张的种族极端主义 在东马很可能会成为票房毒药 引起原有基本盘的强烈反弹 因此伊党在无法获得非穆斯林和东马选民支持的情况之下 想要和巫统联手在来届大选执政中央 也会有一定的难度